大家好,我叫Bearys 哎呀,跟你們說英文,你們都不懂聽的啦 跟你們說中文啦 早前任天堂就有一隻米版的鳥 神感旺衣就被人混走了 接著就引來好多好多的Gamer反彈 三個一個禮拜之後 又有類似的動作 就好似啦 奧米的玩家今次就說改得好好喔 改得非常之好啊 好啦,今次Auntie沒有要報 就等我帶大家去看看用天堂有什麼搞錯 記住啊,當然要加兩文 繼之前的凌鱼丫之毛女之後 老任今次就有新目標 就是SINGLOBOX裡面15歲的羅莉角色0 可能因為年紀太小啦 網上就有傳老任會把幾套露出度太高的服裝剪走啊 就連身材比例都重新製作過 上圍沒那麼飽之餘啊 還要變成蘿蔔腳奧啦 其中其在,愛國網民普遍好拍新設計 這才是合乎15歲少女應有的身材和形象 看來日本崇拜的幼女風氣還未吹到歐美 智能手錶 智能手錶除了去看時間 量血壓之外 還可以做些什麼呢 當然就是打機啦 外國有朋友仔把N64的模擬器 放進LG舊款的智能手錶裡面 還可以玩到Mario和薩爾達傳說等等經典名作 而且還不擲機 雖然智能手錶螢幕小小 打起機上來就不可以說很方便 不過緊急情況下用來過手印 我想大家都應該收貨的 開發者還說 連舊款的智能手錶都可以玩到N64的遊戲 相信未來的智能手錶甚至還可以玩GameCube 或者更新的機種遊戲 英雄聯玩 哎呀又是英雄聯玩 我先講解多一次 英雄聯玩 英雄聯玩世界賽 在世紀錄的時候已經楊萬吉出了 大約的SKT SKT 一把附所看到這個世界鬼鬼啦 終於可以破到這隻 叫玩思碑 發屋體了 當然阿Fan卡在遊戲外面 表演一般殺害 非常之活潑 又打更倒 又殺好西喔 根據他搞掉屁呢 甚麼都殺好西呢 就在選手進場的時候 Faker的表現已經有少少HIGH過龍了 逛逛逛逛就突然打個關斗 不知道還以為他在雜技表演 賽前 Faker就因為被人說他的頭像西蘭花 所以他答應了粉絲 如果真的可以贏到這個世界賽 就表演當中吃西蘭花 賽後他亦都打算 當著全場的觀眾吃好西 有得贏世界冠軍喔 吃幾個好西都不嫌多啦 你說對不對嗎